好的,阿姨早安 我是脚匪学院 本周想向您请教关于曹新成跟他背后的利益集团成立民团的动机 曹新成是台湾第二大金源代工厂联电的创始人 上一周他宣布自己恢复中华民国籍 并且捐助30亿元要资助台湾国防 其中包括6亿元要训练300万名协助区域防卫的黑熊总士 以及4亿元训练超过30万名的民间神社手 估计不论这些数字是否合理 我想这些概念很类似您老人家提过的民团 曹新成本人是1947年出生于北京 也就是当时的北平 一岁半的时候才随父母从北京到台湾 其父来他以后长期任职于军工教 他本人也是出生于党国的科研体系 也就是台湾的工研院 那么后来自己出来成一金源代工厂自负的 那早年曹新成才被视为穿梭两岸的成功工商人物代表 曾经提向了统一公投的构想 而被视为统派跟亲中派 但是最近几年他的政治倾向出现了大转折 不但公开P092共识 也说自己非常后悔曾经到匪区设立金源厂 然后宣称自己支持两国论保卫台湾 当然显然他的国旨是中华民国 您在推文中也提到 国共战争的时候 吴华文倒戈的根本原因 是因为蒋介石的资源匮乏 跟实力对比的不利转变 那么白区党现在控制全球 花人资源显然是跟不上了 所以吴华文以后必然会有副作义 副作义之后必然会有成钱 我查过吴华文是一个著名的奇强派跟跳槽专家 西北军、国军、伪军、匪军 他全部都跟过 最后居然还能算得以善终 可以算是一个战队学专家 曹新成跟他背后的利益集团 也就是台湾生成国家里面 这些半逃体界的大佬们 是不是正准备跟白区党划清界线 那么他们站队捐助民团这件事情 您觉得在台湾民族来说是有利呢?还是有害呢? 就是台湾是偏中央集权 而且民间惯于禁枪的地方 要搞民团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而且它不像是苏联乌克兰那样 经过一次解体以后 军队实际上处在文革时期人民解放军党的状态 大量的仓库、仓储都流入到黑市上面的 所以要收买武器十分容易 台湾的民团就是有枪的人和惯于使用武器的人很少 而且国军的体系还非常完整 不会有大规模的武器流出这种事情 就是成立了民团 多半也会处在国军的强力肩护之下 衣服性质会是很强的 所以它的符号价值和宣传价值是大于实质价值的 就是乱世出英雄 就是台湾现在还没有到乱世的地步 普通民众搞一个民团 规模也很小 而它自己设计方案呢 它那些数字跟我提出的六百亿美元的数字一样 基本上是一个空数字 背后没有一个运作团体来支持 所以基本上是一个广告性质的东西 是表明它自己的战队立场 为此故意以刺激性的方式制造出公众舆论 因为它明显是要故意打官司的 基本上没有几个企业家 非常是电影明星、知识分子之类的 吃舆论饭、泡沫饭的人那样 喜欢跟报纸打官司的 就算是别人说了他的坏话 一般也是嗤之以鼻的 不予理睬 因为他的时间是很宝贵的 从来不用说哪一个企业的经理人 愿意说是我跟哪个报纸不合 认为他们报道非常糟糕 然后就愿意放下架子去陪他打官司 做出这种事情就说明他本来就很想打官司 打官司这件事情是一种递交投名状的廉价手段 想要递交投名状就说明他背后还没有实质性的准备 如果有实质性的准备 比如说像亚述营或者是像巴克达那样的地下网络 可以筹集资金和武器地下网络 他反而会避免谈及这些实质性的问题 你从来不会看到亚述营说那些事情 只会看到他们说是这些意识形态上的话 涉及财政和军事方面的秘密是不适合拿出来说的 如果公开拿出来说 反过来就说他只是插一面旗帜 给自己树立一个形象 建立一个阵营而已 实际上真正该怎么做 他其实不一定心里有数 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步骤 真正能够制造民团的人 一般不会把财政和军事上的事情拿到表面上来说 像亚述营 他就从来不会给别人提到他的钱是从哪里来的 他的士兵是从哪里招募出来的 如果真的公募出来的话 跟他现在宣传的那些公众形象 作为乌克兰爱国者的公众形象 其实是相去甚远的 真正的亚述营 其实是苏联简体 跟国有企业为核心的城市体制瓦解的产物 他的出生和行为模式 跟斯特列科夫和那些亲俄的顿巴斯军阀 克里米尔军阀基本相同 他们都来自于国有企业 按照中国的话来说 就是国有企业改制 而制造出来下岗工人和严重社会问题这个圈子 国有企业改制 跟过去的旧国有经理阶级 关系非常比起的新寡头崛起 他们以私人企业家的民意崛起 廉价地购买了国有企业的资产 变成了私人企业家和巨富 而原先依附国有体制的大部分人口 尤其是工人阶级受到严重的利益损害 这是黑帮横行 公检法高度腐败 这是中国俄罗斯和乌克兰共同的现象 九十年代中国也是同样 跟今天的乌克兰和俄罗斯一样 是公检法非常黑 极其腐败 黑社会到处横行 两者都跟新兴企业家或者寡头有关系 新兴企业和寡头在一个没有法治的环境里面 你又不能像知识分子一样发一发空论 哀叹一下民主民主如何如何就完事 你要再让你实际上办事 你要负责赚钱还要养活一大批人了 那你怎样才能分得下去 首先你就不能让别人把你黑色黑黑掉了 所以你一定要打通公检法的关系 你不能说是等到理想的民主和连接的官僚体系失现以后 连接的司法体失现以后再做生意 那时候能够当企业家就不是你了 现在的司法体就这样 所以公检法一定要收买 另一方面 在社会治安无法保证的情况之下 我要有一些跟我自己有关系的黑帮来保卫我自己 就算我自己不是同时兼任黑帮大佬 我也要像是像美国企业家同时跟民主党和共和党捐款一样 当地比较有势力的黑帮和攻坚法我都要给些钱 如果我在美国做生意的话 除非比如说我是老年产年或者美国教师联合会那种铁杆民主党人 那就算了 一般的企业家都是给两党都要捐钱的 无论谁上台 我的政府内部都有关系 但是美国的法制环境还是可以的 而在俄罗斯、富汗和中国的情况下 你需要的就不是给主流各政党捐钱了 你说的需要的是给主流各黑帮捐钱 公安局 公检法跟其他黑帮没有明显的区别 他们都是黑是黑的 国家给的预算根本养活不了军队和公检法 所以你要让企业能够顺利经营 你给公安局送钱 同时要给地方上的各路黑帮送钱 然后这些黑帮他们当然是多中心化了 因为他们是自发秩序的一部分了 彼此之间自然会为了争夺保护费的 地盘的这些东西打起来 像文革时期各派红卫兵一样 要打起来的话 比如说我能够从军队那里弄到那些苏联留下的武器 我就占便宜 别人也会做同样的事情 而军队能自己缺钱缺的要命 私下盗卖一些武器也不算是什么 同样法官检察官会偏袒给我送钱多的企业家 他们自己也有相应的派系 于是整个社会 政权特别的司法机上的生态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大型企业的老总 在俄罗斯同时搞一个地方性政党出来 或者是收买一些黑帮 或者是自己组织一些民兵 民兵跟黑帮的区别是很小很小的 在美国民兵跟黑帮的区别是很大的 民兵都是体面的人 他是不犯法的 黑帮当然是以犯法为职业 从事非法的 但是高临的行业为职业的 但是在苏联中国那种情况 就体制瓦解的情况之下 两者是没有明确的区别的 什么叫合法 什么叫非法 比如说美国一旦听到 肖金和亨特·拜登发生纠纷 他就用美国检察官的想法去想肖金 美国检察官的道德标准 必须比美国企业家和美国一般人要高 但是在苏联和中国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地方恰好相反 攻击法是最黑的地方 他们比企业家和一般人要黑得多 所以两者的纠纷 肯定就是党派性质的纠纷 企业家干了这些事情以后 他必然要参与甚至控制地方政局 强大的企业集团 像爱博拉姆夫这种人 他控制了本地的主要就业机会 号称工作提供的 当然本地议会的主流政党 至少有一个是他代理人 本地的几大民团或者是黑帮 两者没区别 因为民团这些帮派干的事情 到底是合法还是非法 说不清楚 像文革世界造反派一样 合法吗 当然很合法 我们是经过毛主席接见的 毛主席亲自接见我们 还不合法吗 非法吗 当然也是非法 我们干了全世界打了抢的事情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还没有正式作废呢 没有人说你们炮打攻减法砸了公安局去抢这批武器这些事情是合法的 但是你们抢这些武器后毛主席和中央文革领导人去接见你们 请问到底是谁合法还是谁不合法 又要赞同他们了 又要保护他们了 你到底是赞同哪一方面了 那么请问毛主席是赞哪一方面了呢 毛主席是不是自己就在破坏法律 但是大家也不能这么说 所以我说的事情是合法的 因为毛主席说我这么做是对的 但是我做的事情是非法的 因为我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自面的法律 同样 苏联简体式的民团 他们捞钱的方式对于仍然有效的苏联国家法律当然是违法的 但是如果说他们是违法的话 叶利新总统为不违法 叶利新总统早就变成 早就是苏联第一号叛断分子好不好 他把苏联都解散了 他已经解散了苏联 做好俄罗斯总统 克拉夫丘克已经做好乌克兰总统 他们就是头号叛断分子 但是他们并没有废除苏联留下的各种法律 比如说经济税务方面的法律 他们这些法律还在乌克兰和俄罗斯的生肖 所以亚素云这样的民兵 在基层做了克拉夫丘克和叶利新同样的事情 他们把苏联留下的国家资产硬抢过来了 违法吗 按照尚未修改的法律 当然是违法的 寝吞国家资产 组织士兵相互斗殴 但是如果他们是违法 请问燕青和克拉夫丘克 不但把苏联抢光 连黑海舰队都给分了 苏联法律哪一条规定 俄罗斯总统和乌克兰总统 可以把苏联国家的 苏联红军的黑海舰队 二一添着我平分了 私相手就达成个协议 你一半我一半 剩下的不好处理 我们用来抵债务 你简直是缓了缓了 两个分公司的经理 把总公司的资产给分了 这不犯法吗 但是苏联已经不存在了 OK 所以既然耶利辛和克拉夫丘克 就是这么干了 所以亚书云和斯特泰科夫 在基层也这么干了 有什么不可以 反正就是干了 如果有人想起诉他 这又有一个重大问题 你能不能打得过他的问题 你不要指望有一支 中央军或者中央警察 替你撑腰 如果在本地发生计时斗欧的话 很可能本地公安攻减法 先被砸烂了 所以在企业家看来 本地攻减法也只不过是 大型民团或者大型黑帮当中的一支 为了我自己在本地做生计法 我只好给他们同等筛签 在同等筛签的过程中间 比较强势的寡头 做得比较厉害了 那就是 本地议会的最大党派 是我的代理人 本地的公安局 本地的驻军和黑帮 全都被我收买了 都靠我拿钱 我们企业的效益很好 能够到欧洲去赚钱 给我们企业的员工 冬天全都有暖气有补贴 而国家给军队 给法官 给检察官 给教师花的钱 让你们连冬地取暖费都付不起 你们还一天到晚在那 挨冻受恶呢 拿了我的钱 你们是立刻就好起来了 于是你们就拿了我的钱 于是本地就简直是 我的诸侯领地了 然后 在叶利钦时代 谁也管不掉我 普京时代 他组织了一个俄罗斯统一党 要建立地方支部 但是俄罗斯统一党不是苏共 而是比较接近于国民党的 就是 本地的大佬 我们邀请你 做一座本地的大军阀 韩服渠 北华军是消灭不了你的 我知道你是北洋军阀的人 但是这没关系 你可以加入国民党 请韩服渠同志和刘湘同志加入国民党 把你们的军队改名为国民革命军某一陆军 然后成立一个本地的党部 做一座总理纪念 都已经算是国民党了 所以统一俄罗斯是由 中央的圣彼得布尔集团和科尔伯集团 以及地方上的各路诸侯联合组成的 当然不是所有诸侯都支持他 但是就像蒋介石全盛世纪的情况下 只有极少数诸侯反对他 而且这些诸侯处于劣势 是很容易被做掉的 在蒋介石当大军阀 领导各路小军阀的时候 比较知趣的军阀 像刘湘、韩服渠都加入了国民党 拥护了蒋衡委员党 不知趣的军阀像周西成 干脆就被做掉了 普京情况也是这样 他并不能消灭军阀政治 他像蒋介石消灭不了军阀政治一样 他消灭不了寡党政治 但是他成功地把大多数寡头 而反对他的极少数寡头被他打掉了 或者是赶到英国去或者其他地方去 或者暗杀掉了之类的 比较势力比较差的呢 你的力量不如黑帮 本地政局就出现严重的分裂和一种准备战的状态 你只能在各路黑帮之间勉强周旋 顿巴士的问题就是这样制造出来的 因为寡头之间意见不合 发生了分裂 分裂酿成了内战 酿成了乌克兰本身的冲突 最后敌对方面的两派黑帮 一个说我是乌克兰民族主义的代表 另一个说我是俄罗斯帝国主义的代表 其实他们最初的出生是一模一样的 都是像我刚才描绘那种民团产生出来的 筹钱渠道也是五花八门 唯一的共同点是 俄罗斯人和乌克兰都养不起他们 他们在相互斗争的过程当中 用各种方式上全球筹款 例如右驱或者是邦巴士 或者是亚春就会说 我是全球新右翼代表 法国人和意大利人给我钻款 很有道理的 因为你们本国白左当道 而在我们这里 赤裸裸的右派可以站出来 没有人会像川普那样坦克我们 谁敢坦克我们 我们会拿着枪的让他关在那里闭嘴 因此他是可以从国外捞了一些钱的 当然这个是纯粹的假设 他自己不会承认 我认为他是捞了一些钱的 如果没有捞了一些钱的话 就不会有美国国会调查他 然后说以后美国人不准给他捐钱这种事情 当然战争一旦爆发 就像是胡志明一样 战前美国人是不承认任何共产主义主义的 但是战争一旦爆发 谁能帮我打德国和日本 我就支持谁 于是胡志明也可以拿到美国人的武器 同样斯特列科会也好 顿巴斯军阀也好 他们也有自己那一套筹款体系 这些筹款体系有很多也是不能公开的 有这些筹款体系 就好像是国民政府并没有能力 跟韩服区流向自由发钱 养他的军队 因此他们加入国民党 或者是民意上加入国民党 把他的军队称之为国民党的国军 只是象征性的 在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况之下 他们仍然可能跟国民党翻脸的 这就是这些军阀组织民团之类产生的背景 他们跟美国的民团是不一样的 而台湾的情况是这样的 它不像是美国社会那样 人民普遍持枪 而且有军事经验的人实在太多 比如说你到美国去 指不定什么时候 开车经过某一条路的时候 附近的玉米地或者是大土地 中间有一块被人铲平的 然后你下车去看一看 发现被铲平的地方是一个临时检疫机场 该检疫机场附近还有一个小房子 该小房子大小有多大呢 大概就是相当于中国大学城门口的保安室那么大 就是那么大 但是这个房子却是一个飞机指挥中心 那块被整平在那大洲地湖的玉米地上面 是临时跑道 上面稀稀落落地停着了十几架飞机 这些飞机的飞行员 有些就是本地中学的高中生 另一些就是本地的农场主 他们纯粹是为了娃 就在当地开起了飞机 开起飞机如果有些耗识的数字说 我可不可以坐几座飞机 他们可以拍拍脑来说 你给我签一张志愿书 给我五十美元 我就带你坐 或者是带你孩子坐 结果美国有很多小孩 从八岁开始就去坐飞机 十几岁就开飞机的 而且这些人一天之内 来来回回为了自己闹着玩而开飞机 和接送了一些耗时之处的过渡客人开飞机 积累的飞机时间 比人民解放军的少将飞行员军官 一年的飞行时间还要多 那些坐着皮卡特聚会搞民团活动的美国民团的民兵 平时是些农场主或者是社区牙医之类的人 但是他们一个月打着枪弹 比人民解放军士士兵三年之内打着全部枪的还要多 这些人像是美国NBA民间的篮球比赛那样 他们的水平比参加奥运会的国家队要高得多 一旦发生军事动员的时候 美国其实是有用不完的民兵或者是飞行员的 但是哪怕是耗权民主国家还是其他国家都没有 例如台湾肯定就没有 台湾民间还有日本普遍是不持枪 而且也缺乏像美国这样的充满了军事色彩的运动习俗的 美国的所有民间体育运动很多都是有强烈军事色彩 差不多实际上是辽国、金国、蒙古、黄帝所喜欢的那种每年出去打猎的游戏一样 他们基本上是全民兼兵 老实际上就是全民兼兵 基本上每个男人都有军事经验 而宋人或者是名人呢 他们只有经过训练的国家军队才有军事训练 而且国家军队的军事训练 往往还赶不上对方的普通民众的军事训练 而绝大多数人口是编户齐民 完全没有使用武器的经验 像台湾就没有这样的天然的民兵的种子 同时台湾的国军也不像是苏联军队 俄罗斯丁和乌克兰军队一样 经过了九十年代的混乱期 大量的武器被私自卖出来了 国军一度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力 台湾的国军仍然能够垄断军事训练和武器 所以台湾真的要成立民团的话 首先它是在国军羽翼之下的 国军把它当成自己的辅助部队来用 不允许他们成长成为像亚述营 或者像是美国民兵那样 有强烈的政治色彩 甚至是相互对立色彩的东西 如果台湾出现了 有强烈相互对立的政治色彩的民兵 那是国家已经开始乱了 但是在美国 不同的民兵组织 有对立的政治的立场 那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在俄罗斯和乌克兰 这就差不多是一种准的立战事状态了 所以如果一个现实主义的 像是台湾制造民兵的话 它首先就要跟政府的大佬 国军和退伍军人打好交道 最合理的做法就是 先从有军事经验退伍军人找手 组织一个退伍军人协会之类的东西 尤其作为一个义务协助组织 征得国军的认同以后 配合他们从事某些活动 然后跟地方大佬发生一点关系 然后逐步把这样的团体搞起来 它不可能一开始就搞像亚瑟琳那么夸张的治理门户 由企业家来负责 首先负责搞民党的可能性不大 因为台湾企业家没有像是俄罗斯乌克兰企业那种处在动荡环境当中必须要有武力滞味 而台湾的治安可能比日本差一点 但是在全世界是排得进前几名的 一般人就像上次好像是有人杀了一个警察弄得全台湾都非常震动 这种事情在世界上大多数地方都是失控见惯事 但是台湾人显然已经很不习惯这种事 觉得这是害人听闻的 就是人民已经觉得治安天生就应该好了 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企业家没有赶紧搞一只武装力量才自卫的 否则我的生意就会做不下去的迫切动机 所以他要干的事情 没有迫切动机 他就不会急于召集干部敌团 手下也没有适当的人 他手下的人肯定是一些技术人员或者其他经营人才 这些人要他们突然改行去打枪 放弃自己原有的专业 这是不大可能的 没有哪一个年龄四十岁的医生愿意去改业的 对不对 他在他自己原来行业的世界捞的钱得到的利益已经不少了 从头学起对他来说不是这件划算的事情 所以他很难把这件事情搞成 而且台湾现在也没有可以 他直接塞一把钱 就立刻就可以替他把事情搞成的相应机构存在 所以他就是在立体表示立场 表示说如果有了这样的名堂 我是会支持的 因此我是属于这一边的人 他表示他属于这一边的人 其实就是属于他本来不是 但是这一方面对于台湾的民族建构来说 实际上说明另一个问题 就是民族建构的关键一环在台湾是不具备的 就是说可以建立民团和形成潜在军事贵族的阶级 在台湾本土派社会中不存在 这就是为什么民进党有强烈的白左色彩 而采取的政策是一味统战的政策 不统战是不行的 台湾本土人像乌克兰西部人一样 在苏联时期基本上高级军官是能不到你 你虽然要当兵 但是当到低级军官就可以下台了 基本上没有像于北辰这样能够当上少将的人 所以招降大叛或者说是大统战 反对敌人就是拥护我们的 不反对我们的都是拥护我们的 这种统战精神是1988年党外势力联合建立民族党以后 一直到现在蔡英文时代民进党的基本路线 属于国民党原先的南英小派系不大得志 或者说是因为反共比较坚决 不愿意走亲共路线的 论出生论社会的关系全是南英的人 像于北辰这样的人 只要愿意投靠民进党的话 民进党都会张开双倍拥护他 为什么是这样 因为直接了当说他没有自己的军事班底 跟何新年说法相反 何新年说民进党脱不了革命党的底色 做不了民主政党 其实恰好相反 民进党它是脱不了中产阶级人士 三师、医师、教师这些 体面的中产阶级人士的阶级本色 缺乏自己的军事干部的班底 这在民族发明的过程是一个致命上 为什么台独折腾了这么多年 成就有限 关键就在这一点 因为像毕淑斯基那样的军事贵族 是民族建构的核心因素 像哈加纳、像伊尔共、以色列那些民兵组织 是民族建构的核心因素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核心因素 那么你只有通过比较次要的东西 中产阶级的舆论 凭财力、舆论这些比较语反 绕路绕得多的方式 那你的进度就会很慢了 就在现在 台湾的军事力量仍然大多数掌握在防腐系 以及跟防腐系有密切关系 在社会关系和背景基本上是偏蓝色的那个阶级当中 本土人士对当兵并无兴趣 就是勉强当上一点兵 有一点军事经验以后 就想要退伍去搞自己的事业 在民间他们是占优势的 因为国民党搞国家社会主义能力不如共产党 所以它没有办法垄断大多数社会上的上升渠道 在民间企业这方面 基本上是难以平分丘涉 但是军事人口方面蓝色仍然占优势 而对于美国和对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来讲 台湾内部的政治斗争不重要 南派当权还是六派当权当权 这还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台湾本身在对抗中国方面的角色 所以前期间那个MASA议员刚刚到了台湾 第二件事情 刚到了台湾见到蔡英文 第二件事情他就去参观中正经验堂了 为什么 美国人一般对海外的地理和历史都不大清楚了 对于他来说 台湾独立和中华人民共和纠纷 跟自由中国和共产中国的纠纷是没区别的 蒋介石是一个冷战英雄 所以他必然就是保卫台湾抵抗中国的英雄 至于蒋介石跟台湾主流派势力的仇恨他根本不知道 不仅美国全世界大多数人恐怕都区分不了这种微妙的区别 当然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战争在短期爆发或者说是在短期的需要备战的话 蔡英文政府是不能冒失去黄埔军或者说是产生大部分黄埔军军官那个偏蓝色的社会支持的危险 因此他必须统战这些人 就像德雷福斯时代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陆军高级军官大多数是贵族 对共和派和激进派抱有潜在的仇恨 德雷福斯案件其实就是在这种猜忌气氛中爆发的 他们不相信 因为犹太人是天然的左派 在当时法国预计是天然的左派 他们不相信犹太人能够忠于法兰西民族 而在议会中掌握多数 控制了大多数政府的共和派和激进党人 对于在社会上有强大势力的天主教会和在军队中有强大势力的贵族是没有办法的 他们不能冒削弱法兰西军队损害法兰西国立的危险去推行社会改革 只能够慢慢等着时间发生作用 等到第一世界大战以后 全民加入战争以后 这些军队的旧贵族特色才趋利消亡 当然在短期内制造民团对于本土派来说是一个机会 就是说是在正规的军事体制基本上掌握在蓝色地团 因此中华民国在台湾和统战是必须的情况之下 要完全民族发明就需要在民团系统当中表现得更积极一点 你不能总说别人不行 你说别人不行不能使你自己行钱 反而会使负责任政策家觉得你更加不可依靠 你必须自己利用这个机会制造出一些 因为民团的军事标准不需要像军队那么严格 纪律也不需要那么严格 而本土派至少在人口上是在多数的 也就是说像乌克兰军队一样 高级军官多半是蓝色的 但是普通士兵多半是绿色的 普通士兵回家以后他也有一种军事经验 把这些退伍的普通士兵集结起来 建立像亚斯罗银这样里面没有旧苏联起起的高级军官 但是从事比如说义务消防、义务巡逻这些工作绰绰有余 同时像美国那些业余辉讯员一样 带一些没有军事经验的普通儿童 给他们搞些童子军活动 跟游戏区别不大 但是能够培养他们军事能力的民间活动是没有问题的 传统上讲 他们会去考大学去做医生教师之类和平的中产阶级人士 但是这种路线正是像十九世纪的犹太人 习惯于做中产阶级精英一样 正是使他们容易遭到破坏的原因 因为第一你做得很成功 足以受人嫉妒 第二你没有军事能力 很容易受人迫害 两样加在一起 又容易受人嫉妒 又容易受人迫害 人家不得见谁 所以你就必须像是二十世纪的犹太人一样 本来是医生现在却要去种地 变成把原来的医生和律师 被希特勒杀得毫无反手之的医生和律师 变成打阿拉伯人打得非常顺手的农民和战士 像美国农场主一样的农民和战士 把逆转 一般来说大多数中产阶级人士都是农民 第一代进城变成成城里人 第二代第三代 然后逐步地变成中产阶级人士 但你要逆转这个过程 产生中产阶级这个过程是什么